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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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莫博士训练的时候就爱上了这个地方 因为总是到各地去比赛 所以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养狗了 然后我突然感觉特别想养一只狗 于是我就来到了小狗救援中心 其中的一只狗吸引了我 我想它身上有一种特别的东西 它有点像戴欢 它会做后空翻 会转圈 它是一只精力超级旺盛的小狗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只 有澳大利亚牧羊犬血统的混血犬 所以我就给它取名塔斯曼泰兹 这个有澳大利亚特色的名字 我觉得很合适 想要吃的 吃的在哪呢 吃的在哪呢 好的 来 我在墨西州参加了 维基几天的探险越野赛 回来以后我就想跑上几段 轻松的长距离 以便平稳地度过 秋季到冬季的比赛过渡期 同时也为雪地鞋赛跑 和冬季铁人三项比赛 做好准备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但是气温比较低 也就刚刚超过零度吧 上午11点 达内尔带泰兹来到了一条小路上 那是荒野中一条偏僻的小路 我计划跑一个我最喜欢的圆圈 路面坑坑洼洼 我跑了大约两公里多 就来到了一个左转弯 这个地方视野不是很好 中间需要越过光滑的岩石 才能跑到那边一条叫做极土的小道上 转弯时 我踩到了薄冰上 然后脚下一滑就滑了下去 越往下滑地势就越陡峭 我感觉就像是掉进了水滑道 根本就停不下来 哦 太滑了 我滑得越来越快 一直从陡坡上往下滑 我看不到最下面 也不知道滑下去了多少 在快速下滑了12米 并进行了两层楼高的自由落体之后 它重重地摔在了一处满是泥土的 狭窄的岩石架上 因为再往下60米才是峡谷的谷底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摸腿 因为我想知道自己有没有瘫痪 有没有摔断脊椎 我发现两条腿都有直觉 于是我就想 哦 没事 然后我就想我得出去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得离开峡谷 得回到车上去 我想站起来 走出去 但是我站不起来 这个时候我意识到 我肯定是受伤了 要想走出去 已经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太兹发现达内尔不见了 但很快他就在悬崖下找到了他 太兹找到了我 这让我突然意识到 这里肯定有路能通到外面 于是我拼尽全力往外爬 大约爬了有五个小时 尽管时间不算短 但我只爬出了四百米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 达内尔已经筋疲力尽 又渴又饿 我看到了一个小水坑 于是就爬过去喝了点水 天黑了 而且还非常的冷 所以我就觉得最好 还是在那里待一个晚上 夜幕降临 气温开始下降 达内尔意识到情况很不乐观 被困于峡谷中 再加上偏气寒冷 他活下来的唯一希望 只能寄托在忠诚的狗太兹身上 眼看着主人的身体状况 越来越糟糕 他最终会以怎样的方式 来帮助主人脱离险境呢 欢迎收看科技之光 为您带来的 两个宠物 COS 在今天的节目中 一位耐力赛选手 在荒野跑步时摔倒 记录困境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时间不多了 太兹必须尽快想办法 挽救主人的生命 探险越野赛冠军达内尔 在莫博士的郊外训练时 因为踩到薄冰 接下峡谷 在零度以下的低温中 他处境危险 我知道 我必须整个晚上 都要保持清醒 因为气温在零度以下 不要是一动不动 就会被冻死的 所以我试着做 仰我起坐的动作 虽然我不能完全地坐起来 但是能够抬一下头 收缩一下腹部肌肉 我抬起手臂 晃动脚 一个晚上都在那么做 泰兹特别懂事 他就躺在我的身边 让我取暖 温迪·麦克莱兰是兽医 他对动物的行为有独特的见解 狗是一种社会性动物 它们会本能地挤在一起 替彼此温暖 它们会躺在一起 保持身体的热量 彼此慰藉 狗群的心态就是 我给你温暖 我们一起取暖 这感觉很好 你抚摸我的头 我很高兴 我甜甜你的脸 你也会感觉好一点的 这确实管用 第二天早上 达内尔再次尝试爬出山谷 但是 由于伤势严重 他根本爬不动 那可能 是我这辈子最痛苦的时刻了 就算只是移动个一米 两米 我都疼得受不了 我开始意识到 我很有可能 靠自己的力量 是出不去了 必须得让人知道 我待在那里 救命啊 达内尔的伤势很重 高出坠落 使得他骨盆碎裂 出现内出血 我觉得 泰兹发现了不对劲 从他的行为举止 我能看得出来 他有点不开心 我想 他开始意识到了不对劲 救命啊 救命啊 来人 达内尔不得不在峡谷里熬过了第二个寒冷的夜晚 他已经被困了近五十个小时 希望是越来越渺茫了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觉得 我肯定活不成了 我得面对现实了 我要死在那里了 我想了很多 关于我的人生 我做过什么 我想做什么 还有我的亲人 还有 我的 朋友 我不忍心往下想 那可能是我这一辈子最难过的时候 我竭心全力地想离开那里 没有人来救我 我开始有点放弃了 救命啊 达内尔觉得太兹是他唯一的希望 他命令太兹去找人来帮忙 我记得太兹走到我身边的时候 我对他说 太兹快去找人来帮忙 他看了看我 把头侧向一边 然后他转开身 开始往峡谷外面跑 去 去找人来 快去 太兹在小路上飞快地奔跑 他先是在达内尔的车旁停下 然后又跑回去 虽然这个地方人烟稀少 但太兹没有放弃 大约在同一时间 达内尔的邻居发现 这位运动员不见了 他家里的灯已经开了两天两夜 这位邻居给达内尔的父母打了电话 老两口马上就报了警 警方立即采取了行动 我们要找的人 不是一个普通的失踪人 而是探险越野赛的世界顶级运动员 这个人在我们的身边失踪了 于是我就想 天哪 出大事了 警方猜测 达内尔可能在一处旧营地附近 结果他们发现了达内尔的车 于是警方开始召集人马 一支揪秀队伍组成了 成员包括警察 亲友和志愿者 莫博士老居民 费格格哈特就在启动 晚上的气温在零度一下 我们就想 他可能穿得不多 因为他可能是去练习跑步 这是最乐观的猜测了 搜救队觉得达内尔可能已经死了 但他们看到泰兹朝他们跑过来 泰兹一听到他们的声音 就马上跑过来吸引他们的注意 泰兹跑到小路入口 一看到那里的搜救人员 马上开始狂叫 开始转圈 他是想告诉他们 你们要找的人在这里 赶快来救达内尔 这是一种本能 狗这么做的时候 就是想说 嘿 我有要紧事 跟我来 他的动作是 转圈 狂叫 往前跑 然后再停下来看看 你是不是跟着他 泰兹一路往回跑 他想把搜救队带到主人的身边 我看到那只狗拼命地往峡谷跑 我就说 跟上去看看情况 泰兹有时会跑得不见踪影 但他总是会停下 等人们跟上来 正在达内尔越来越虚弱 已经绝望的时候 泰兹回来了 他摇着尾巴 开始在我边上的水坑里 大口地喝水 达内尔很无奈 他以为太子不明白 他处境危险 那最后的一点点水 就像是我的生命之源 却被他喝了 当他舔了舔我 待在身边没走开 然后我听到远处传来了 隐情的声音 救命啊 救命啊 我在这儿 是的 找到了 泰兹拼尽全力 领着救援人员 找到了达内尔 不然达内尔肯定 会因伤势过重 而死在荒野 我得救了 那一刻 我感觉 自己 一下子 从地狱 来到了天堂 手术后不到五个月 达内尔就获得了 探险越野赛 单人女子冠军 泰兹则获得了 防虐待动物组织授予的 全美狗狗英雄的称号 要是没有泰兹的帮忙 我们能找到他们 肯定不能 泰兹是改变整个事件结果的关键 泰兹他确实是个英雄 达内尔和泰兹的关系非常亲密 他们在一起训练的时间很多 泰兹对达内尔就像对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一样 熟悉和了解 他们经常在一起 泰兹知道什么时候的情况是正常的 什么时候的情况是不正常的 我想正是因为这样 泰兹才会去找人帮忙 我在那个事故中活了下来 从那以后 我对生命的看法改变了 现在我怀着感恩的心情度过每一天 他是一只很棒的狗 我们是好朋友 我想那次的经历 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亲密了 他救过主人的命 他是主人这么多年来 面面不忘的朋友 他与主人之间的深厚情意延续至今 欢迎收看科技之光 为您带来的养个宠物靠谱 一名男子驾车冲下15米高的路低 情况危急 他活下来唯一的希望 就是他的西班牙猎犬能来救他 我们刚刚看到 泰兹找人来救了主人达内尔 现在我们要来看另一只 名叫蜜堂的狗狗 救人的故事 迈克尔博士是一位半退休的地产经纪 现在他和妻子哈拉养了两只狗 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 他们养的第一只狗 一只西班牙猎犬 名叫蜜堂 我跟动物保护协会 申请养一只西班牙猎犬 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 我们这里有一只适合你 我一看到那只狗就爱上了它 一走出狗舍 它就跳到我腿上 蜜堂会把头靠在我胸口 我能感觉到他的心跳 他就像是家人 他就是家人 甚至胜过家人 这一年的万圣节哈拉去了墨西哥度假屋 迈克尔和蜜堂去赋以此重要的约会 我去看心脏科医生 因为在两个月前 我的心脏病发作了 不管我去哪儿 米堂都会跟着我 我们行影不离 迈克尔行驶的路是一条狭窄的泥土路 这条路的旁边就是陡峭的悬崖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 灾难发生了 我正在倒车 阳光很刺眼 我下意识地抬起手想遮挡阳光 接下来我就意识到 我太靠近泥土路的边缘了 迈克尔赶紧将车子调到四轮驱动状态 但已经晚了 接下来车就开始向外翻 开始翻车 然后我们就往悬崖下面滚下去了 迈克尔连人带车 从八十度的陡峭路低 翻滚了下去 落到了下方十五米的地方 我至今还记得落地之后的那种 难以人受的疼痛 我想我可能是断了五根肋骨 我的腿也毫无知觉 而且我还有点头晕 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心里不断地祈祷老天保佑 但是手机没有信号 我就想 也许我要想从这里出去 就只能靠这只狗了 希望它能找人过来 但是房源二十多公顷 只住着我们一家 然后我听到它往山上跑 我知道它跑到了山上 我只希望它能够找到人 但是离我们最近的那些 可能住人的临时房屋 沿着泥土路 也要跑上大约四百米 迈克尔被困在了车里 只能靠蜜堂去求救 蜜堂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熟悉的地方找人帮忙 一旦找到了信得过的人 她就会把人带过去救迈克尔 那些临时房屋都没有人 蜜堂只能继续在周围求救 但都没有成功 救命啊 在马林县的偏僻山野 迈克尔已经被困在车内七个小时了 生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天色暗了下来 但蜜堂没有放弃 最后她终于找到了迈克尔的一个邻居 并向他发出了求救信号 跟泰兹一样 蜜堂没有放弃 她表现出了动物特有的救助行为 转身叫唤 确保有人跟着她 迈克尔听到有人来了 我开始喊救命 救命啊 是的 出事故了 有人掉进了峡谷 接下来我只记得 来了一个消防员 他跟我说会救我出去的 在车内被困了八个小时之后 迈克尔获救了 直升机将他送到了圣罗沙纪念医院 要是没有蜜堂 迈克尔肯定已经不在了 不可能获救的 蜜堂后来又来陪我 我的助手把他带到了医院 我激动得无法进入 有一种获得重生之后的激动 在康复期间 迈克尔了解到 蜜堂在被送到动物保护协会之前 曾经被人领养过 之前蜜堂还有一个名字 叫天使 我请回家一位天使 他在保护着我 西班牙猎犬特别适合当宠物 他们能很快地与人建立起亲密关系 在给这种狗取名字的时候 考虑到了西班牙是一个诞生浪漫和爱的地方 这种狗充满了爱心 而且十分聪明 我想正是因为这两点 蜜堂才能够救下他的主人 在迈克尔被救一年半后 蜜堂遭遇车祸过早地离去了 但迈克尔夫妇永远不会忘记他 谁也取代不了蜜堂 谁也不能 每一次看到他的照片 我都会感到非常难过 虽然他已经不在了 但他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 这只狗 他救了我的命 除了我的妻子 他是我最好的伴侣 作为一个宠物 该做的他都做了 塔尼尔和迈克尔能活到今天 多亏了他们的宠物狗 这些宠物伙伴 为费困者叫来了其他人类成员 他们所用的语言是人类和家养度 在上万年里共同培养发展起来的 然后 好